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恨不得立马认成干女儿直接带回家 可季露露家里虽然家庭不好 但她对家人是真好 季露露的妈妈常年卧病在床 她爸爸和哥哥 一个常年打牌 一个常年打游戏 都没有工作 季露露不仅要照顾她妈 还要打三份工 养活她爸爸和哥哥 但即使这样 季露露她爸和哥 打牌输了 或者打游戏输了的时候 还是会打她 因为他们觉得 季露露的妈妈 是在生了季露露 以后才生病的 季露露就是不吉利 是个扫把星转世 害她妈倒霉 她俩也跟着倒霉 但就是尽管如此 季露露还是对她爸和她哥不离不弃 我妈第一次见季露露 是在班会上 她几次想关心季露露 但都被季露露拒绝 她也一直苦于 没机会接近季露露 不过很快 她的机会很快来了 我生日这天 叫了班上几个放假 没回家的同学 一起到我家吃烧烤 季露露我也叫了 不过 她平时和我交集不多 她还和别人说过 对我印象不太好 仗着有钱 老是用钱买朋友 我本来以为她也是不会来的 但最终 那天她还是跟着同学一起来了 到我家 我妈本来 也是不打算出面帮我招待同学的 因为她和我一直关系不好 懒得管我 不过 那天中午她睡觉起来 看见院子里的记录录 立马变了张脸 亲自下来帮我招待同学 还一直贴着 季露露问东问西 连季露露都觉得奇怪 季露露本来想走 我妈赶紧挽留她 还把大家都留下吃晚饭 大家不走了 季露露也不好意思走 就跟着留下了 做晚饭的时候 我妈拉着季露露 去厨房帮忙 很不小心地切了她一下 然后第二天 我妈就拿着这个血液样本去化验 结果果然 季露露就是她的亲生女儿 得了这个结果 我妈一分钟都等不了 当天马不停蹄地就把季露露接回家 现在 季露露就在我家 季露露进家门之后 我妈就光速换了张脸 从从前对我的不闻不问 到现在的笑脸相迎 因为我爸爸昏迷前 把手里的股份分成了两份 一份在我这里 一份在我妈那里 而且股份的大头在我这里 以前我妈拿着钱 股份她倒是不着急 现在 她亲生女儿季露露回来了 我妈就希望我尽快把我拿到的 本来该属于季露露的那一份 还给她 开始对我开始笑脸相迎 但我又由言不尽 看这样 我妈就又立刻又变了脸 从笑脸相迎 变成每天最恶毒的诅咒我的话 我们家的保姆 也都是看脸色形式 我妈光速变脸 她们也跟着光速变脸 不给我做饭吃 不给我收拾房间 有时候还会跟着我妈骂我两句 我在她们眼里 纯粹就是可以随时谩骂的空气 和一个活死人 贾千金的身份在这个家 一分钟都别想活下去 现在这个家 对我最好的是季露露 苏苏 我给你留了饭 我等你回家一起吃 苏苏是我小名 季露露从前叫我思杰 进我家门以后叫我苏苏 饭是她给我留的 苏苏这是妈给我买的包 我给你也买了一个 苏苏 这件LV的T恤 我买了两件 我们一人一件 衣服和包包是她给买的 苏苏 你不要太在意我妈说的那些话 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她人不坏的 我被我妈骂得厉害了 她也会过来表示关心 但我 还是不喜欢季露露 因为她身上 茶味太重 她以前对别人说对我印象不好 其实是有一天 她突然委屈巴巴过来 要帮我带饭 但我和她并不熟 就谢绝了 结果 她就和别人说我仗着有钱 看不起她 我发誓 我是真没有 我不喜欢她 但还没有看不起她 不过现在有了 太差 纪露露送给我的那些包和衣服 其实都不是新的 她给自己买的 确实是新的 但给我的都是二手店买的 不过是一模一样的款式而已 她一直以为我不知道 但其实 我早就知道了 因为她买东西的那家二手店 是我开的 她不过买了我店里的东西 然后免费送给我 这些小伎俩 我都看得一清二楚 所以记录露进我家门以后 我对她一直很冷淡 但我对她越是冷淡 她就越是热情 这天 我正吃着饭 纪露露突然跑过来 拉起我就哭 苏苏 我有话对你说 到我房间来 我这埋头吃饭 不想理她 结果纪露露 哭得更凶 苏苏 我真的有话和你说 虽然你不喜欢我 但我是真心想和你做姐妹的 我听了这话 我赶紧放下筷子 拉起鸡露露去了她房间 这会儿虽然我妈不在 但庸人都在家 她这套茶言茶语 要是传到我妈耳朵 估计今天晚上 我又免不了一顿骂 虽然我并不在意 我妈怎么咒我 但是这种咒骂 少挨一顿为好 我现在只希望 远在英国的我爸 能快点醒来 进了房间 既露露还是哭 好半天才抬起头看着我 委委屈屈 眼睛红红的 苏苏 我都说了 不管我们关系变得怎样 我们以前是同学 现在是好姐妹 你 停 我赶紧打断她 我白眼几乎翻出天际 这会儿保姆和我妈都不在 你的茶言茶语就快停了吧 绿茶对我没用 既露露也没想到我这么直接 愣了一下 脸上的神情有那么一丝尴尬 但她并没有在意 吸了两下鼻子 又继续开口 苏苏 我和你说的都是真的 但你就是不信我 我其实 既露露又看了我一眼 好像在注意我的神情 也不喜欢我妈 我没什么反应 不过既露露看我的眼神非常真诚 说真的 光看她的表情 有一瞬间我也是相信的 但 妈妈 我今天和你睡 妈妈 你抱抱我好不好 妈妈 我做梦也没有想过能过上这样有妈妈的日子 只要我出现在 我妈五米之内 她就会冲过去 缠着我妈撒娇 我不信她是这么不喜欢的 不过 她也是真误会了 我和我妈从小就不亲 现在能不当仇人 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已经不错了 我礼貌性微笑了一下 表示 她是你的亲妈 有钱还疼你 总比你以前那个家 让你挣钱 还打你的哥哥和爸爸强啊 结果我一说 既露露 梨花带雨的更厉害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她不喜欢我爸爸和哥哥 还有蓬蓬阿姨 我才不喜欢她的 现在 她要我永远不要再见那个家的家人了 苏苏 你会帮我对不对 原来 她是想为了原来那个家的爸爸哥哥和妈妈 不过 她刚刚叫原来的爸爸和哥哥还叫爸爸和哥哥 但原来的妈妈却已经叫蓬蓬阿姨了 我忍不住 又翻了白眼 你那个家 明明只有你妈 你蓬阿姨 你蓬阿姨对你最好 你哥哥和爸爸明明动不动就打你 结果你这么替他们着想 是有什么受虐体制吗 结果既露露看着我 突然连连摇头 然后 无奈又委屈地滴了几滴泪 我爸爸和哥哥从来没有打我 我也不知道 你们什么时候传承他们打我了 苏苏 你是没和我哥接触 接触了你就会喜欢上他的 我哥他 停 我有些不耐烦 他这怎么又推销上了哥 你到底想说什么 快说 既露露愣了一下 但眼睛里闪过一抹金光 是一抹得逞的笑意 不过他还是在继续解释 哥哥和爸爸的事 我爸和我哥真的没有打过我 我身上的伤都是我做兼职的时候摔的 苏苏你相信我 他们真的对我非常好 只是蓬蓬阿姨生病以后 他们就颓废了 现在 既露露说的信誓旦旦 但是他的话 我是真的不信 因为他的伤我见过 那绝对不是可以摔出来的 只可能是被虐打的 现在 既露露吸了下鼻子 声音又哑了几分 妈要把他们都赶走 就在明天下午 如果他们被我妈送走了我 就再也找不到他们 但是我明天上午 要陪妈去做美甲 所以苏苏你明天上午 能不能帮我把这个送给他们 说着既露露拿出一个信封 很薄 不像装着钱的样子 这是什么 支票 里面有四十万 既露露抽了一张纸 哼了一下鼻涕 她现在出手果然很大方 而大方的来源 是我妈断了我的经济来源 不过我并没有接过支票 也没再开口 见我这个反应 既露露有些着急 顿了一下 转身拿出两双香奈儿的鞋子 这两双鞋子我见过 都是新款 一双两万 一双四万 虽然看着很新 但都有穿过的痕迹 我是做二手店的 一眼就看出来了 苏苏 这是我最新买的鞋子 都还没有上过脚 你喜欢的话 就挑一双 她又当新的送给我了 并且她把两万的推到我面前 是以我选两万的 但我 还是没有动 记录路见我还是没有动 咬咬牙 又把四万的鞋子 又推到我面前 苏苏 你帮帮我 我看着四万的鞋子 拿起鞋子 笑了一下 顺手接了支票 其实 从她拿出四十万支票的时候 我就已经决定帮她了 鞋不过是我 额外收取的费用 这双鞋 我的店 还能卖三万 记录路住进我家以后 一直和我妈有那些 眉来眼去的小动作 我妈以前的变脸 是喜欢直接使用冷暴力 她为了维持体面 不会直接地 在庸人面前骂人 我妈喜欢玩的 其实是攻心那一套 而记录路呢 其实以前也不喜欢我 但我妈骂我以后 她就会对我加倍得好 她们两人这样 一个唱红脸 一个唱白脸 我其实早就看出来了 所以 我一直由言不尽 但今天的这件事 我看出来 记录路不是在攻心 她是真的对那个家有感情 虽然我也是不明白 被虐为什么还会有感情 因为据我所知 我妈现在给记录路 也没多少钱 她就是怕记录路 去支援她原来的那个家里 四十万 已经是记录路 两个月的零花钱了 她拿出了这笔钱 最少两个月不能花销 但现在两个月不能花销 对于记录路是件大事 我妈自从认回了记录路 就极力培养她 经常带着她各种参加宴会 认识名流 虽然礼服首饰这些大头 是我妈准备的 但是鞋子小首饰 还得记录路自己准备 记录路的零花钱 就是买这些东西的 如果记录路一直不换鞋子 肯定是会被我妈发现 到时候 她要送走的最讨厌的人 却被她疼得像眼珠子一样的 女儿保护起来 还把零花钱都给了她们 我妈肯定会欺诈 所以记录路这个忙 我当然要帮 至于这双鞋 我最近比较缺钱了 店里要多卖点货 我走的时候 记录路还叫住我 苏苏 这些你都不会告诉我妈的吧 我告诉她不会 当然不会 为了这双鞋我也不会了 我妈知道了 会让我把鞋还给记录路 虽然只是个四万块钱的东西 第二天 我带着支票 按着记录路给的地址 到了她家 逼着的小巷 标准的贫民窟 光站在这里 就已经很窒息了 我敲门后 一个很像刘川峰的男人 给我开了门 我看着她 愣了一下 这和我想象中的 记录路的哥哥很不一样 她很干净 干净地 与这周围的环境都格格不入 有一瞬 我竟然都要觉得 她是误入了这个贫民窟的王子 记录路哥哥 我问她 记录路哥哥笑了一下 她的眼睛也很迷人 嗯 我叫记风 你是鱼酥酥吗 她的笑容很干净 我点点头 记录路让我过来的 说着我准备拿出支票 但记风却开门请我进去 我看着门 犹豫了下 最终还是进去了 他们的家虽然很小 但也很干净 我和原来对她家的想象也很不一样 不过 记录路的爸爸是真的胡子拉叉 一眼望到头的房间 床上还有一个很消瘦的妈妈 记录路口中的彭彭阿姨 这彭彭阿姨看着我 眼神突然亮了 然后就要招我过去 这分明就是看儿媳妇的眼神 我头大 好在旁边的记风也看出来赶紧解释 这是记录路的同学瑜伽的小姐 过来帮我们搬家 记录路重新帮我们找了一个房子 说着记风看向我 你的车子在外面吗 我现在就把东西搬过去 她都这么说了 我放下支票就走就不厚道了 只能送佛送到西 我硬着头皮点点头 记风动作也是快 很快收好家里的东西准备往外搬 趁她往外搬东西的空档 我把记录路给的支票给了她 记录路的爸爸一看就是 赌博赌得老眼昏花 微米不振的样子 显然留不住钱 但我没想到 记风看也没看 就把支票给了她爸爸 记录路的爸爸 看了支票立马没开眼笑 揣到自己口袋里 这一刻我突然明白 这个家 让一个不能当家的人当家 当然会变成现在的样子 我突然为记风有点不值 我上去帮记风搬东西 就在我们快把东西搬完 最后准备抬着彭彭阿姨出门上车的时候 他们家低矮的小破门 突然被一股巨大的力推开 然后一伙很明显 不是什么善累的人冲了进来 我看着这伙人一愣 把自己藏在了一个角落 记录路的爸爸喜欢赌博 接触三教九流的人 这伙人看起来就来者不善 领头的人是个花壁 花壁扫了屋里一眼 然后走到记录路爸爸面前开口 老记 我们的债啥时候清啊 这宽限的三天已经到了呀 怎么 这就搬家了 去哪里呀 记录路的爸爸好像怕急了花壁 他讨好地看着花壁 否认三连 没有没有 他妈妈好久没出去了 带他出去六六 六六 六六 六六这就全家出洞 对了 我记得这柜上放着你们家的全家福啊 这一次搬家 他们走得急 我的车也不大 我就让季风只带重要的 家里的大部分的东西 其实都没有动 乍一看 其实不像搬家 不过这显然没瞒过花壁 老记 领头的花壁突然拿出一把刀 手里把玩着刀在记录路 爸爸对面坐下 老记呀 老记 我看你家里东西还挺多 估计一下也搬不完 我兄弟多 要不我们帮你一起 记录路爸爸看着花壁在面前把刀捂得飞起 吓了一跳 瘫坐在地上 手一抖立马拿出来刚才寄封给他的支票 这里有张票 四十万 四十万 老记 你欠的可是一百四十万 四十万只够你的零头啊 他们刚到手的四十万就没了 但显然花壁还不满意 他接过支票 然后拿了一条 记录路家的毛巾裹在手上 我一愣 季风突然往前一步 挡住我的视线 然后 我听到记录路的爸爸一声惨叫 季风上去拉架 记录路的爸爸已经倒在地上 我皱了皱眉 想离开这里 虽然这一趟 我对记录路的可怜 是多了一些 他在这样的家生活 确实不容易 但是他的家人和我没关系 他们家的浑水 我没必要汤 但 就当我准备退出去的时候 记录路的爸爸突然朝我大叫 风哥 风哥别打了 你看他 你知道吧 于是的小姐 我们家记录路 被于家认成干女儿了 你知道的吧 这是真正的于是千金 记录路爸爸加中了千金两个字 我感觉他是故意的 我女儿有钱的 你再给我一点时间 今天的钱 就是这个千金小姐给我的 我女儿还会给我的 记录路去我家 确实是以干女儿的身份去的 因为我和我妈都持有公司的股票 并且是决定董事会意见的份额 如果爆出我是假千金 那势必会影响到公司的股价 考虑到股价稳定 我妈认回记录路的时候 就对外宣布记录路是她干女儿 她希望我转让完股票 再公布记录路的身份 而为了保险起见 我看我妈是怕记录路的家人额钱 所以记录路家的爸爸妈妈 到现在并不知道记录路的身份 花壁听完记录路爸爸的话 看我一眼 这一打量 让我浑身不舒服 我后退一步 冷冷回看着她 我这一步 好像让花壁很兴奋 她疲离脾气一笑 准备栖身更近 这时候 季风赶紧挡在她面前 牢牢把我护在身后 你干什么 季风堵住花壁 花壁又很轻浮地笑了一下 眼神还是那种疲离脾气 不干什么 既然是千金 那我就看着这位千金的面子上 再等你们几天 麻烦这位千金回去转告那位季小姐 她爸爸的钱尽快还清 你告诉她 我能找到她 说着 花壁朝我举了举记录路 爸爸三人的身份证 还有记录路身份证的复印件 然后带着小弟离开了 花壁走后 季风连忙向我道歉 我看着花壁走的方向 没说什么 我现在送你们走吗 我转向三人 季风不好意思继续让我送 只是一直道歉 我表示没什么 记录路爸爸欠了这么多债 按记录路的性格 肯定是又要拿我妈给她的零花钱 补贴她爸爸的 也不知道我妈 知道她给记录路的零花钱 最后都她拿来还爸爸的赌债了 是什么表情 而且我现在其实心情非常不错 因为记录路爸爸借的钱也是我的 刚才来的花壁 其实是我借贷公司的经理 昨天 记录路给我四十万的支票以后 我就联系了借贷经理 今天过来演一场戏 当然 最主要是把钱要回去 其实 我们已经商量好了剧本 我走的时候 花壁叫我 主动问我是谁 我自报身份 然后 她让我通知记录路这笔外债 由我告诉记录路 这笔外债的存在 不过 我也没想到 记录路的爸爸竟然会为了自保 连我这个和他们不怎么相干的人也卖了 记录路爸爸的这笔赌债 是记录路进我家门 以前她就已经欠下的 在记录路进我们家门以后 我就让借贷经理联系了记录路的爸爸 把钱借给她 我没有对她放高利贷 利息是在法律规定范围之内 只不过 我取了最高限 现在 按照这样算起来 利息还是有几十万的 而记录路 相当于她欠了我一百万 她可能要很久 都花不了零花钱了 季风不让我送他们 我就帮他们叫了一辆车 还留了两千块钱的红包 虽然季风并不想收我的红包 但是她家里的情况 最后还是收下了 我走的时候 季风还追出来 对不起 今天害你受惊吓 不过 我爸欠这么多外债的事情 能不能麻烦你 不要告诉我妹 我会想办法 我一愣 想不到季风 竟还挺有担当 于是顺口问了一句 你想什么办法 有一个比赛 我打赢后 有十几万奖金 虽然也还不上一百万 但是可以缓一段时间 总之 这件事 麻烦你不要告诉我妹妹 她一个贫民窟的小姑娘 去你家生活应该挺难的 我不想拖她后腿 我没答应也没否认 因为这件事 季露露反正最后事 肯定会知道的 她得还钱啊 我回家以后 季露露对我非常热情 向我展示她 今天做的美甲 还问我吃饭了没有 我告诉她没吃 但季露露也没说什么 只是很愧疚地表示 今天忘记帮我留饭 我看着她真诚的眼神 知道她是故意的 她就是不喜欢 我选了四万的鞋 我笑了一下 也很真诚地看着她 告诉她 美甲很好看 要珍惜 因为过几天 她就要没钱做美甲了 第二天季露露 果然愁云惨淡 我没有亲自告诉她 她爸爸赌债的事 但是我把她的电话 告诉了我们贷款公司的经理 季露露 心事重重了一整天 最后过来问我 那天送给我的那双鞋 还在不在 她承认那不是新的 她最近有点缺钱 想先变现 等下次有钱了 再帮我买新的 但我告诉她不在了 因为我已经卖了 我也缺钱 季露露尴尬地笑了一下 两周后季露露的舞会 还是没有新裙子 她的零花钱 全部没了的 始终于被我妈发现 我妈果然气炸 她还是第一次失态地 在庸人面前 对季露露发火 但她肯定不是心疼钱 毕竟现今她手上 就握了十个亿 她愤怒的是 季露露对她的背叛 露露 你疯了吗 我是你的妈妈 我才是你妈妈 露露 我爱你呀 妈妈爱你呀 你为什么要把 我给你的钱给她 季露露 哭哭啼啼地的 不敢吱声 我从旁边经过 我妈狠狠 弯了我一眼 我赶紧转身 面无表情地离开 我再多待一秒 这怒火 都会烧到我身上 我虽然不介意她骂 但是少被骂两句 谁都愿意 我离开以后 楼下还是传来了咆哮 不过 我妈终究还是 没舍得为男季露露 第二天 季露露就喜笑颜开地 约我出去逛街 季露露告诉我 我妈帮她 把她爸的赌债还清了 她的亲生女儿季露露 终究是很重要啊 妈妈说 那都是小钱 她以后只希望 我听她的话 不要再见 爸爸哥哥和彭阿姨了 妈妈还说 他们身上有穷味 会拖累我 但我实在忍不了了 你知道吗 苏苏 最后妈妈又妥协了 一年可以一次 她陪我去 苏苏 你是为我高兴吗 季露露的眼神里 摆着让我羡慕 我看着季露露露的眼神 突然发现 她可能不是一个绿茶 而是傻白甜 我笑了一下 高兴 当然高兴 他们还的这140万 我含泪赚了30万而已 当然高兴 虽然也是小钱 但毕竟 我妈以前给我的生活费 两个月才这么多 我妈也果然还是玩弄人心的高手 只用了100万 一次退让 就让季露露对她完全亲近信任 季露露之前因为那家人 对她的态度可是完全不妥协的 我都在想 那天她骂季露露 是不是故意的 打一掌 再给一颗枣 就像她对我的计划 不过 她对我的计划 可比季露露的残酷多了 今天早上 我接到了一个虔诚的电话 就是那个去寄陆露家收债的花币 我的借贷公司的经理 老板 我接到一个活 什么活 绑架你 还有季露露 前程顿了一下 谁找你的 你妈 我妈让前程绑架我 但这个绑架 并不是真正的绑架 她只是让前程甲半绑架犯 把我绑走 然后安排英雄救美 英雄就是季风 季风会带我走 我妈对前程说 这是她帮我安排的生日惊喜 希望前程 他们配合 但明天并不是我的生日 我冷笑了一下 听完这个绑架安排 我就猜到了 她的真正意图 是什么 她想通过英雄救美 把季风送到我身边 因为 她发现 她和季露露 红脸白脸戏马 都不奏效 不能让我成功转让股票 她现在选择了换一个方式 换一个男人 我妈果然是一个玩弄计谋 操控人心的高手 想来 那天从季露露 找我帮她拿四十万的支票 给爸爸和哥哥的时候 我已经走入了他们精心编制的圈套里了 第二天 我见到季风 她像贫民窟里的王子 她身上的衣服 是照着我的喜好穿的 她的每个眼神动作 都让我觉得很舒服 她会挺身而出 保护了符合她的身份 她会帮妹妹还债 她的人很有担当 她就是我会动心的样子 但 我冷笑一声 那天季风的每一个动作 每个眼神 每句话 应该都是我妈精心设计 反复练习的 为了就是捕捉我这个猎物 我那天还以为季露露是我的棋 得意洋洋地挣了她三万 但没想到我 其实早就是别人的棋了 只是 可能我妈没想到 她找劫匪反倒是我的人吧 对了老板 我准备挂电话 前程又开口 我有个事想不明白 你说你妈 怎么就恰好找到我们呢 我笑了一下 看来 她已经越来越着急 要把股票转给季露露了 找的人都不做背景调查了 我觉得英雄救美的戏码 应该是她一早就给我安排好的 但是 也可能是她太在意我 没注意到你 她原来 可能也没打算找你 我们那天 要债她肯定在暗处观察了 误打误撞 毕竟 这种事 她不敢顾真的绑匪 一般演员 也干不了这活 你这种半真半假的 不正合适 而且 我趁机对前程 一个彩虹屁 咱俩那天的戏很好 那天 她以为 你对我有图什么 你那天那样 绑架 我不是正好 合情合理吗 确实 咱俩是误打误撞了 我笑了一下 其实也不全算 不过 她既然擂台都搭好了 那我们就配合她演戏吧 我答应了 纪露露的逛街邀请 纪露露本来就是 他们计划的一环 今天她要和我一起被绑架 也不知道是计划的一部分 还是其他 纪露露今天带我逛街特别大方 她拿了一张限额100万的卡买东西 我买了20万的 纪露露自己买了40万的 买完东西 纪露露要跟着我去孤儿院 今天我妈的安排 是让前程他们在孤儿院的路上动手 因为每周的这个时间 我就会去孤儿院看笑笑 笑笑是我十年前 在孤儿院遇到的小朋友 这些年 我一直坚持来孤儿院看她 我妈安排前程 在我和纪露露下山的时候拦车 绑架我们 今天出门的时候 我配合纪露露没有开车 坐了她的车 但纪露露提出要和我一起 去看笑笑我拒绝了 虽然今天都是配合他们的计划 但是笑笑是没有人 可以和我一起去看的 我告诉纪露露 她去办她自己的事 办完过来接我 这不影响他们的计划 纪露露爽快答应 说好 下午五点多的时候 我从孤儿院出来 纪露露来接我 孤儿院在郊区的山上 秋天天黑得比较早 纪露露开车出来的时候 天已经黑了 按照剧本 很不巧 路上 纪露露的车坏了 纪露露也按照剧本 给拖车 打了电话 但是 又很不巧 她的手机没电 于是 她借用我的电话 可是 她又正好口渴了 她喝了一口水 然后 她的水壶就很不小心地 把水洒在我的手机上 为了配合她的演出 她洒水的时候 我不在车里 因现在手机防水功能都很好 洒了水 其实一时半会儿 废不了 我的电话 废了以后 前程他们就带着头套准时出现 目标很明确绑架 于是千金 而纪露露在前程 他们出现以后 抓起我就逃 我以为就是我们配合绑架 想不到纪露露 还有戏 我跟着纪露露逃走 纪露露在山里的树林里 熟门熟路地带着我转 显然她对这一片非常熟悉 但是很快 按照剧本 我们跑不动了 可是对方很人多 追得也很快 最后 纪露露看着我 决定她跑出去 引开那些人 让我待在这里不要动 苏苏 虽然他们要绑架的是你 但是我妈肯定不会拿钱赎你 我去引开他们 就是我被抓 我妈肯定拿钱赎我 换你就危险了 你在这里等着 不被发现就不要动 等天亮了 就没事了 纪露露真诚地看着我 她这个理由确实合情合理 如果不是提前知道剧本 我也是真的会被她这个理由说服 然后 纪露露就放下我 躲在满是叶子的土坑里 自己大意凛然地跑出去了 等完全听不到纪露露的声音 我从草丛里走出来 想逃 但是被前程埋伏的人抓住了 我不敢和前程懈怠演戏 因为我妈在做出最得意的安排以后 喜欢在暗处欣赏她玩弄世人的样子 我不确定她有没有提前在这里 按摄像头提前欣赏 我被前程抓走以后 带到这附近一个以前废弃的职场 然后等着季风来 英雄就美 我妈在这里给我安排的剧本 有猥亵戏码 我想她实际想安排的 估计更恶毒 但是为了让前程配合 她不敢真的让她强暴 所以改成了假猥亵 她让前程把我迷晕 做出我被猥亵的样子 然后我醒来 趁绑匪不注意自己逃出去 因为她认为我的性格不会坐以待毙 这种情况没人交赎金 我一定会自救 我很配合她的剧本逃了出去 路上很凑巧地遇到了来找妹妹的季风 季风说 她妹妹的电话打不通 手机没电之前给她发了这里的定位 她找来以后只看到我们的车 人没了 而我妈这时候给她打了电话 我被绑架了 她警惕地找遍了整个山 找到了造纸厂 在造纸厂外面就跟着我了 我妈说不能报警 因为我被绑架的消息传出去 肯定影响股价 所以她发现造纸厂里面有人猜到 我们可能被绑在这里以后就一直躲着伺机救我 我看着季风笑了一下 倒在她怀里 我被绑太久 手脚都抹了 这会儿该有点晕了 但在季风怀里 我在笑我妈剧本越来越差了 季露露在身边包括劫匪出现这些可以做合理的解释 但是她为了合理安排季风出现 让劫匪就在孤儿院不远地坐废造纸厂勒索 这一点太不合理 等我真的出去以后 回过位也是会发现的 她真的还是以为 我是十年前的小女孩呀 可是十年已经过去了 我已经早就不是当初的那个小女孩了 不过现在 我会配合她们的演出 季风救了我以后 因为骨架的原因 我也默认了我妈不报警的选择 季露露也得救了 她最后被人追上了 劫匪发现她不是 追问我在哪儿 为了保护我 她从一个很高的土崖上跳下腿摔断了 我看着我妈安排的剧本 笑出了声 她对季露露真是绝对的偏爱 这个剧本里季露露拿了最好的角色 得到我全部的愧疚 但是她怎么就认为 我会相信 季露露会为了保护我跳土崖呢 她觉得季露露演技好 白脸剧本还是奏效一部分 这是没有到 要让我转骨份的程度吗 她的女儿果然都是要最好的 不过 为了演出 我也信了 而这一次季露露 为了让表演更逼真 其实牺牲挺大 她的左腿确实打了石膏 季露露腿摔断以后 我妈和庸人就变本加厉疯狂地诅咒我 我妈甚至每天晚上都会歇斯底里地 在我房门口让我去死 让我陪季露露的腿 该断腿的是我 我该去死 而不是季露露受伤 她用这个世界上最恶毒的话诅咒我 而我在她们这样日复一日的轰炸和孤立中 加上被绑架被猥亵后的创伤和被绑架以后 会对环境产生的疑神疑鬼 再加上对季露露的愧疚 我最终会封闭自己 如果没有前面剧本的那么多破绽 这四个条件 确实会造成人自我封闭 我妈剧本虽然越来越差 但是她对人性的拿捏保持水准 我出现自闭的情况以后 就轮到我的英雄季风上场 她保护我 怜爱我 然后对我洗脑 洗脑技巧 我帮你报了一个月的班 你应该学会了吧 这是我在自己车上的隐藏行车记录仪里面 录下的我妈和季风的对话 我和季风确定关系以后 因为我不喜欢出门了 所以我的车就交给季风开了 而一开始 我为了知道我妈和季风的计划 配合他们的演出 让前程跟踪了我妈和季风 但是没想到就在我的车里 不过最危险的地方 确实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而且季风小心检查过我的车 只是这个记录仪我安得非常隐蔽 她没有发现 睡它 玩弄 然后驯服 你最后可以控制它 让它为你去死 小伙子 这种感觉一旦有过 你就会再难舍得掉 很享受的 我妈对季风好像魔鬼的诱惑 而我 听着里面的声音 血冷得几乎凝固 她还有很多的方法要回股份 但是最后 她偏偏选择了最残忍的一种 毁了我 小伙子 你成功了 帮你妹妹拿回本来就该属于她的东西 这辆车 三百多万 就是你的了 路一里 没有季风回答的声音 虽然很恶心 虽然随时随地都想抱起 但是为了配合 他们的演出我忍了 我顺着他们的剧本 成功被季风洗脑 她让我服从 我就服从 在我眼里 她就是我的天 她让我去死 我也可以为了她去死 我被洗脑成功 我妈得意洋洋 玩弄人心的把戏 她可太享受 也太喜欢了 我听从了季风的命令 把股份还给她妹妹 但是这个时候 我爸回来了 我妈功败垂成 粉碎梦想 配合我妈演了这么久的戏 她 我自然也给她 安排一出我的大戏 我爸回来了 我爸说 不用验 她知道季璐璐 不是她的女儿 我们家不存在什么 真假千金的争议 我绝对是她的亲生女儿 我爸斥责我妈胡闹 是不是自己忘记了什么 我妈功败垂成 做了这么多 又是绑架 又是排剧本 又是对我进行洗脑 她做了这么多 这一切 也就是为了 让她的亲生女儿 季璐璐 能够拿到属于她的股份 她本来都该成功了 她又怎么可能会放弃 她从第一眼 就坚信季璐璐 是她和我爸的女儿 我只是那个冒牌货 于是我妈 坚持拉着我爸和季璐璐 做了一个亲子鉴定 结果季璐璐和我爸爸并没有血缘关系 我妈被当场啪啪啪打脸 完全震惊在原地 拿着结果根本不敢相信 她惶惑地看着我爸 然后突然想到什么 发疯一样地指着我爸 不对 你不是我老公 你不是余胜 你不是 我看着我妈这个疯样 赶紧拉住她 这话可不能乱说 我爸是和以前长得有点不一样了 这都是因为她五年前出了车祸 毁了容 现在是整容后的 不过 她还是我爸 我妈被我拉住 恍惚了一会儿 突然像发精神病一样 推开我 跑到季璐璐身边拉起季璐璐 不对 你不是我女儿 你是 季璐璐看着我妈 也很迷惑 我妈一向很精明强干的 但是现在看起来 有点精神不正常 我不知道 我妈这会儿 是不是又装疯卖傻 找了个台阶下 毕竟她一向擅长的是操弄人心 我和我爸合力劝说她 做一个精神检查 结果 医生说 我妈有PTSD 也就是创伤后应激障碍 五年前 我爸是出过车祸 但是那时候 我妈没在车上 不管医生怎么说 我妈始终相信她 没得过病 不过 不管她相不相信 反正现在她的状态 和医生的诊断 让她相信得病了 我妈被诊断得了病 精神病人的话 多少存疑 所以 随着我爸的归来 记录录在 我家是真千金的 这个闹剧 也终于歇一歇了 我快速和季风 分了手 把她从我的豪车上 赶了下去 我爸回来后 真假千金闹剧结束 记录录 虽然身份尴尬 但是我妈发病的时候 记录录必须到场 只要不看见记录录 她就会非常激动 到处找 所以 我爸就把记录录 也留下了 而且 她好像还挺喜欢 记录录 虽然 记录录和我妈 有血缘关系 和她没有血缘关系 就是她绿帽经历的铁证 但是我爸好像 就是不介意 她经常带记录录打球 接触所谓 上流社会接触的 那些活动 我妈看见记录录 没有被我爸赶走 我爸又还很喜欢记录录 觉得还有戏了 于是给我爸爸 和记录录 创造了很多的机会 她希望我爸爸 能直接出手 把我手上的股份 夺回去给记录录 但是 有一天 记录录 衣冠不整地红着脸 从我爸的房间里出来 而在这之前 房间里还有一段 明显是人体运动 广播体操的声音 我妈知道她被骗了 她的世界崩塌 她最信任的两个人 最爱的人 一起背叛了她 第二天 我妈拿着她 调查到的一叠文件 放在我面前 哭得肝肠寸断 宝宝 我们都被她们被骗了 我查过了 记录录 不是我的女儿 她是你爸爸 在国外就认识的情人 她扮作我的女儿回来 是骗骨粪的 宝宝 你才是我的亲生女儿 我竟然对你 做了那么多过分的事情 我差点亲手毁了你 我妈悔恨又绝望 在我面前垂胸顿足 可是 我看着激进风魔的她 无动于衷 宝宝 对不起 你原谅妈妈 好不好 见我无动于衷 她竟然突然跪下 跪着来到我面前 宝宝 对不起 我真的不该 不该那么伤害你 我真的 差点一点毁掉你 我妈懊恼万分 全是毁不该当初 可是 我只是平平静静地望着她 你为什么说激露露 是从国外回来的 激露露有家人 哥哥妈妈都在这里 他们家那个条件 以前不可能支撑她出国吧 不是 不是 我妈突然愤怒 又愤恨 一瞬间 像地狱里的厉鬼 他们家人都不是她的家人 那都是她请来的演员 她就是你爸的情人 你爸爸昏迷前 把股份分给了我们 她怕我们不还给她 所以找了这个小情人回来 假扮我的女儿夺股份的 你不是做过亲子鉴定 记录录不就是你的女儿 我妈突然癫狂 眼睛里几乎瞪出火 那份亲子鉴定 是那个女人使诈伪造的 我当时拿到血氧 让司机去做鉴定了 那个贱人 收买我的司机骗我了 我重新拿了你的和我的 去做了宝宝 没错的 你就是妈妈的女儿 你才是妈妈的亲生女儿 我看着她 声音继续平静 还带着一份骨子里的冷 你又怎么知道 这份就是真的 因为是我自己拿取鉴定的呀 就是你爸爸和记录录 鉴定的那一家 肯定没错的 宝宝 你原谅妈妈 妈妈的股份和钱都是你的 我留给你的东西 绝对不会让他们抢走的 你爸爸还以为我没看到那天 他和那个贱人从床上下来 他还要我把自己的股份转给贱人 我怎么会给那个贱人 全部都转给你 全部都是你的 我妈拿出一份股权转让协议 和一份遗嘱 妈妈的全部都是你的 你原谅妈妈好吗 宝宝 我还是没有动 我妈近乎风魔 绝望又悲伤地上前抱住我的腿 宝宝 妈妈只有你一个人了 你原谅妈妈好不好 她哭了好久 终于当她觉得 她被所有人和整个世界抛弃的时候 我在她耳边轻轻开口 好 妈妈 我才是你最亲的人 没想到 我一开口 我妈一愣 又像平时发病了那样 突然推开我 不对 你不是我女儿 我女儿已经死了 我一阵 赶紧用力抱住她 用记录录平时那种茶言茶语的口气开口 妈妈 你说什么 你怎么觉得我死了 妈妈 你觉得我死了吗 我妈看了我一阵 好像走神 又好像意识模糊 我拿起旁边她拿来的那份亲子鉴定 我妈这才回神 宝宝 你不要怕 妈妈会保护你的 那些要害你的人 夺走你东西的人 妈妈都会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 两周后 我妈带我办好了股权转让书 她的股权转让给我了 她还把名下的财产全部转移给我 但是遗嘱立完的第二天 我就被绑架了 这一次不是表演 因为绑架我的人是纪录录 我妈拆穿她的身份 和纪录录撕破脸 纪录录发现股份和钱都无望了 就绑架了我 我妈现在最珍贵的东西 吴梅这是你现在最重要的东西吧 纪录录给我妈打视频电话 旁边还有她从鉴定机构 拿到的那份亲子鉴定书 于苏苏真的是你女儿啊 你还记得你当时为了股权怎么对她的吗 她知道季风是你找的吗 绑架都是你策划的 知道你从一开始就算计她 准备毁了她吗 你的亲生女儿你知道吗 季录录的语气越来越狠利 我妈在对面惊恐万分 她一边求记录录 一边让她不要继续说 我求求你 求求你不要 宝宝 你不要相信她 你信妈妈 妈妈会保护你的 保护 你拿什么保护她 据我所知 你的股权都没有了 你手上钱也没了 你拿什么保护她 你的命吗 没想到我妈突然在对面视频跪下 可以 可以 你不要伤害我的宝宝 我不能失去她了 我真的不能再失去她了 我的命给你 你把宝宝还给我好吗 好啊 吴梅 我本来就不想要她的命 我要的是你的命 你明明说了把股权转让给我 明明说好的 为什么最后又做不到了 说着纪璐璐拉起我的头发 狠狠往后面墙砸了一下 我妈看到 肝胆剧烈 不要不要 纪璐璐你要我干什么 你说 天木山 西边上去 有一个湖 那个湖旁边有一片沼泽 你去那里等我听指示 吴梅 我提醒你一句 你不要玩花样 我了解你 我妈连连点头 半个小时以后 我妈到了天木山西边的湖边沼泽 而我被纪璐璐 吊在废弃大楼的五层 我妈去天木山的途中 全程和她通话 如果我妈有离开手机 任何小动作的瞬间 纪璐璐都会马上把绳子剪断 让我从五楼掉下去 我妈到了湖边的沼泽 纪璐璐让她选 放我上来 或者我妈跳进沼泽 我妈不愿意 我进去了 你不放了宝宝怎么办 你是自杀的 我本来也只要你一个人的命 我如果把她放下去就是杀人 你觉得我是杀你一个人好 还是两个人呢 吴梅 快点 我给你十秒钟 十 我妈想也没想 跳进了沼泽 然后记录路挂了电话 天空中下起了很大的雨 我一个人很缓慢很缓慢地 走到我妈跳沼泽的地方 我妈看到我很惊喜 宝宝 他们放你出来了 你 你站远一点 你找一个棍子就妈妈 说着 我妈挣扎着想朝我这边来 我却看着她 眼光冰冷地像看一个死人 吴梅 你是不是都不记得自己的名字了 我妈愣了一下 宝宝 你在说什么 吴梅 你真的都不记得了吗 你不叫刘洁 刘洁是我妈的名字 你用了我妈十年的名字 应该还给她了 你的亲生女儿叫记录录 她五年前就已经死了 五年前和我爸爸 一起死在川山崖悬崖下面 车子掉进江里了 第三天才被打捞到的 记得吧 吴梅看着我突然瞪大眼睛 凄厉地尖叫 你在说什么 不要 不要 吴梅 你明明都想起来了 对不对 你杀了我妈 你女儿就是被你亲手杀死了呀 为什么不敢承认呢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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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梅越叫越凄厉 身体也越陷越深 吴梅 既然你逃避 那我帮你回忆回忆 你女儿和我爸被你捉奸在床 你受到莫大的羞辱 你决定杀了我爸 车子是你动的手脚 但你没想到你女儿也在车上一起死了对吧 还是其实你猜到她在车上 因为她背叛你 所以你明知道她在车上还是动了手脚呢 不是 不是 我没有要杀她 我爱她 你承认你杀人了 吴梅 突然正在当场 那你再看看你的周围 知道我为什么要选让你死在这里吗 吴梅看一眼周围 眼神很迷茫 我冷笑一声 那我帮你回忆一下 十年前 你看看现在我们东边的这座山 翻过这座山对面有一个孤儿院 在山这边 就是我现在的角度 不知道你的角度还看不看得见 我看了一眼你已经没过胸口的吴梅 那里有一座白房子 那是一套别墅 叫听风 现在有印象了吗 十年前你在这里 在听风里面 用最恶毒的话 刺激我妈妈 于是真正的千金 你是她最好的朋友 但是你和我爸一起背叛她 对她洗脑 让她疯魔 绝望 十年前的那个雨夜 你就是在这里 在听风 刺激她去死 你让她去死 让她绝望 我永远都记得 那个夜晚 她拉着我 进这个沼泽 要带着我一起去死 好在最后 她清醒了一刻钟 她让我踩着她的头爬上来 吴梅 你知道十年前的雨夜 我怎么活下来的吗 我踩着我妈妈的头 让她沉到这个沼泽底部 亲眼看她去死 我才得救的 我眼眶飞红声嘶力竭地盯着吴梅 你 你不可能还记得 当年你明明大病一场 也得了创伤后 应激障碍 十岁以前的记忆 你都没有了 我和你爸爸 还带你去做了脑部手术 你应该一点 十岁以前的记忆 都没有才对 你怎么会 吴梅很惊诧地看着我 这个吃惊的程度 甚至让她暂时忘记了惊恐 我 我确实没有十岁以前的记忆 其实我现在也没有 有那些记忆的是笑笑 十岁那年 我不是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 而是直接 人格分裂成了两个 我和笑笑 笑笑拥有十岁以前的记忆 我妈 就是那一夜 踩着我妈的尸首活下来的恶魔 吴梅 你知道你为什么会输吗 你又知道我为了准备这场复仇 准备了多久吗 你又知道 你为什么会觉得 我是你的女儿 心甘情愿替我去死吗 吴梅都没有答话 呆呆地看着我 仿佛像看地狱复仇的恶魔 我也像恶魔一样冷声开口 吴梅 你不知道吧 纪露露 其实是我的人 我和她在孤儿院就认识了 我们相依为命了 整整十年 她和笑笑 整整十年 她本来不长这样 她有下颌畸形的病 为了帮我复仇 她去整容 整整十三次手术 才整得像你女儿 纪露露的样子 其实 她不叫纪露露 她叫奄奄 与笑奄然的奄 她整成你女儿的样子 才让你第一眼 看见她就觉得 是自己的女儿 她才顺理成章地接近你 帮我复仇 而你又知道 为了准备这场 复仇我准备了几年吗 整整五年 大到现在这个被我买下的景区 小到家里的微型摄像头 我准备了五年 全部亲力亲为 吴梅已经震惊地说不出话 但更多的是颤抖 她的牙齿都在颤抖 纪露露是我的人 那么从一开始 她就是被我玩弄的小丑 她以为她成功地 操弄别人的时候 殊不知只是 别人眼下的小丑 而吴梅一直以玩弄人心 操弄别人为乐 她反而做了别人的小丑 是她绝不能忍的 我看牙齿打颤的吴梅 声音放慢了速度开口 当年你亲手害死 我爸和纪露露 就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 选择性遗忘当年的记忆 你不相信你女儿死了 手上还拿着我爸的大部分财产 还有一部分股权 我可以直接 让你悄无声息地消失 继承你手上的东西 但是你杀了我妈 你应该想起来 想起你所有的罪恶 所以我也给你写了一个剧本 从你重新遇见 记录录 到发现他和我爸爸背叛了你 你也尝到了那种被背叛的滋味 到你发现我 才是你的孩子那种悔恨 所有你经历的一切 都是我帮你写的剧本 你既然那么喜欢操弄人心 那么也尝一尝彻底被操弄的滋味 你无眉目自欲裂 甚至从泥土里挣扎出了一只手 他抓起旁边的泥土要砸我 他奋力搅动周围的淤泥 可是他动得越厉害 人就陷得越深 最后有一半的肩膀完全落了下去 我冷冷看着他继续开口 你不知道吧 你以为季风洗脑了我 准备毁了我 但其实季风是我找的演员 不仅季风 我爸爸 他的父母都是演员 甚至你找的那些保姆 都是我提前安排好的演员 还有你查到的亲子鉴定机构 你的手机和电脑我找人设置了 只可以查到那几个鉴定机构 都是我开的 所以 我希望你查到的是什么结果 就是什么结果 无眉笑了一下 笑声越来越凄厉 无眉常言完英竟然被阴着了眼 不仅被阴着了眼 无眉 你操弄别人的时候 把别人当作小丑玩物控制的时候 就没想有自己也有当小丑的一天吗 你 我好像终于戳中了他的软肋 无眉崩溃地想上来杀了我 但是他越挣扎 那你就牢牢地抓住他 越陷越深 就像当年我妈妈带我一样 再见了 妈 我在沼泽边等了一夜 一点点看着无眉沉下去 一点点悄无声息 第二天际 陆陆报警 找到了在芦苇丛里找了一夜妈妈 但是没有找到 最后在大雨里昏睡的我 还有 我妈妈的尸首 我找了他一夜 最后 我昏倒在大雨里 大雨冲刷掉了 前一夜所有的痕迹 后来我把无眉的尸体挖出来葬了 就跪在我爸妈坟脚下 那天我在我妈妈的坟前待了很久 我告诉她 我给她报仇了 再后来 在天木山两边修了一个彩虹桥 桥的那边是孤儿院 这边是我修的一个游乐场 从此以后 这不是一个 汉无人迹的死人沼泽 这是一个孩子们的游乐场 以后孩子们的欢声 会埋葬 曾经在这里发生过的所有绝望和眼泪 好了 这就是今天给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记得订阅留言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